哥倫比亞籍商人薩亞布 去年由委內瑞拉前往伊朗途中 在西非島國佛德國 為飛機入友的時候被捕 直到過去星期六 被引渡到美國 面臨最高可以判監20年的洗錢控罪 委內瑞拉政府在首都卡拉卡斯 為這個總統馬道羅的親信 舉行聲援集會 馬道羅政府堅稱薩亞布被捕的時候 正在參與外交人道任務 擁有外交豁免權 但是罰德國法庭不接納這個說法 薩亞布2019年涉嫌洗錢行賄 以及操控委內瑞拉貨幣匯率 被美國起訴和通緝 他亦被指發飢荒財 涉嫌侵吞委內瑞拉的糧食援助資金 受到美國制裁 美國檢方視薩亞布 是委內瑞拉政府貪污的最關鍵證人 有望到破馬道羅繞過美國制裁的洗錢網絡 薩亞布被引渡當日 六個在委內瑞拉幫當地國營石油公司做事的美國人 被指侵吞公款 被重新扣押 委內瑞拉政府同一日宣布 不會出席下星期在墨西哥和反對派的談判 薩亞布被捕之後獲任命為談判代表之一 馬道羅繞其批評華府無異對話 明知會令談判破裂 仍然綁架薩亞布 警告會做進一步回應 獲美國承認領導人地位的 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瓜伊多 呼籲馬道羅重返談判 但是不成功 令委內瑞拉因為避損爭議 拉割兩年多的政治危機 再陷入僵局 有線電視記者陸子情報道 有線電視記者陸子情報道